Yummy爸爸又在淘寶買了一堆東西 Yummy爸爸的淘寶 購物 商品 開箱 首先 作為一個專業的Youtuber 我買了 車載的無線電充電器 它呢就是接在車子上面 然後夾上去之後它會自動夾起來 然後就會充電囉 但是這看起來有點舊 好像用過了 在淘寶買的嘛 大路貨大家不要這麼建議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個 剛剛那種便宜的商品 我買了兩個 接下來 欸奇怪 它送了這個 那個淘寶的老闆送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 車子的充電器 這邊插到車子上面去就可以接電囉 還有 車子的 手機自動充電 放上去它就會充電囉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檔 我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吧 好 這個是已經接好電源的 我們把手機放上去 你看到它在充電了 而且 把它壓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整個夾進了 因為它不是電子式的 所以它比較耐用 有沒有 就夾進了 欸沒有掉下來好險 而且現在是在充電喔 沒有接線喔 它後面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放開來了 這樣就可以拿下來了 有沒有比較好用呢 我們換下一個 這個是 亞蜜爸爸的 螢幕寶物貼 好啦這就不用看啦 重頭戲來了 原來新亞蜜探戶 你也會喜歡的 手寫板 這個手寫板呢 很有趣喔 不用插電 我們只要把它這個 隨身附帶的筆拿出來 然後呢 有了有了 仔細看喔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畫畫了 有沒有 圈圈是圈圈 三角形是三角形 雖然看的不是很清楚啦 但是 MAGIC 這是奇蹟的時刻 我只要在這邊按一下 上面的東西就會消除了 對不對 沒有了對不對 你看喔 他們可以練習畫畫 好我在這邊畫畫了 耶 像這樣子 看清楚囉 你先來按一下 是不是就沒有了 你就可以一直畫畫喔 你看手放在上面 都不會出現喔 只有筆放在上面才會喔 有沒有很好玩 今天就是 壓迷爸爸的淘寶開箱 耶 謝謝大家 掰掰